江湖宗 传宗汉 书水八山 乌鸦 说啥 有点啥 说哈 有点哈哈 一眨眼眼睛看 一清八十天下 丁字当心 情字感同 从来从来不成家 命运好比书里说的便着谢法 江湖宗 男子汉 痴心的女子爱着她 苦也好 笑也罢 过敏的兄弟不离散 江湖宗 男子汉 书水八山 乌鸦 风也好 雨也罢 专属百姓 喜欢她 爱 我就爱 你这个死去 我来成绝 蒙大 恨 就恨 你无人无怨无悔 出身 八属 人家 终于不拉席百歹 江湖宗 男子汉 书水八山 记得她 风也好 雨也罢 专属百姓 喜欢她 山株宗 男子汉 书水八山 记得她 风也好 雨也罢 专属百姓 喜欢她 专属的百姓 喜欢她 有什么死去 专属百姓 缓业 书消失 六百姓 流难 拥脏净 再给烦哈尔呢 我们是军人 军人哪 只能服从命令 我们女人的命啊 就是不值钱 都让那些臭男人呀 给害了 两万位没在军统 担当什么职务啊 我们是靶场的工作人员 负责接待工作 哦 没执行过什么任务 我们的任务 就是为来靶场的每一个人 提供最好的服务 这样啊 好了 一会儿我让张妈帮你们 把行李放好 你们也早点休息 好 先去呢 咱们先去呢 要你自己买吧 要你怎么看 不然你太快要 要你自己买一包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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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安排我们住同一个房间呢 这样不是更好吗 我们两个可以有个伴儿 进来 来 二位姨太太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好 我们去吃饭吧 来 一会儿 怎么样 没有发现电台 也没有发现枪 都是些女人用的东西 这样我就放心了 不过 你还是要盯紧他们 莫达娜 不知道 好 老爷 您的电话 谁打来的 是个女的 姓洪 个老子的 吃个饭也不让人安静 你们吃 别当我啊 亲爱的 都回了三天了 咱们以后给我打个训练啊 我这不正忙嘛 木戴财政部密室处的 你立刻过来 木戴 你怎么来晚了呢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我想送你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长生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不想这么活着 也不能这么活着 我不能同时对不起两个男人 要么 要么你带我走 离开这儿 让我们重新开始 要么 要么你走 把我留在那个家里 让我做一个无心 又无情的好男 木戴 你别这样 其实这一次我叫你来 就是要告诉你 我都准备好了 我便买了我所有的财产 我在山东的乡下 也被远方掀起来 买了一小块地 哈尔是永远找不到无丹 虽然房子无丹 日子可能会过得比较清平 但是我们会过得很开心 真的 我离长生这一辈子 只爱你一个女人 我发誓 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我带你 愿意跟我走吧 我不要 我不要 哀 不得 你不开心吗 开心 我当然开心 我当然开心 不得你不开心 和你在一起这么久 不就是盼着这一天 再说 方孩儿身边有这么多女人 少我一个 她也不会再来 我开心 进来 哈儿 我说哈儿 我穿成这样 看把你吓的 最近为什么不联系我 我 坐下 我娶了趟武昌 办点事 还顺便娶了新姨太太了吧 你都知道了 三天娶了三个 你可真能干哪 竟然还有一对姐妹 比起杨生来差远了 童童给我修了 为什么 因为本姑娘 想嫁给你 你可别给我开这种玩笑啊 谁跟你开玩笑了 我是你真的 不 你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 你还那么年轻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 只要你天天陪着我玩 那你们四川话说 陪我耍好 耍阿姨 耍巴斯 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个没问题啊 我一定陪你耍好 耍阿姨 耍巴士 可是 你让我跟老婆离婚 这我做不到 你做得到要做 做不到也要做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碰着你 一枪毙了你 你一枪把我给毙了 谁陪你玩啊 谁有这个资格呀 哈尔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见到你 就特别来精神 这我早就知道 你拿我当星期天过呗 你这句话 当时挺精神的 哈尔 等我换了衣服 我带你去看场好戏 我带你去看场好戏 哎 菊花姐姐 你在看书呢 哦 你们来了 我正看累了 要回房休息了 那我们陪姐姐 到屋里聊天吧 哟 怎么都去这儿了 梅花姐姐 你来得正好 我们正要去 菊花姐姐的房间里聊天 您一起来吧 你们玩吧 哎 菊花 你早上不是说 身体不舒服吗 我看你还是回去躺着吧 好吧 好吧 菊花 我们赶快回屋吧 哎 怎么这是 走吧 哎 等一下等一下 走错了吧这 没走错呀 舞厅里看戏 你搞什么嘛 进去你就知道了 行 两张票 走 走啊 慢用啊 哎 两位 行 不行 不行 这块香 走 哎 这 哎呀快进来坐吧 这 这这这 坐下 请问二位要喝点什么 两杯啤酒 好的 不是 我们跑到这角落里来干什么呀 啊 怕见人哪 等着一会儿看好戏 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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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啊 帮我把你和保护起来看 去看看 吧 看什么呀 往那儿看呢 哎 等会儿 这就是你让我看的好戏 不好看吗 我能不吓气我老婆跳舞 有什么大惊小白的 急什么 好戏才刚开始 好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楼上的房间 二零八 个老子的 我饶不了他们 这么多人你要干什么 坐下 坐下 堂堂一个军长 被一顶绿帽子就给吓住了 我呢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跟踪他们已经很久了 看看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 是他自长的 在你家的时候 他曾经给我一时都不愉快 那我就让他 一生都不愉快 你呀 就只管安心在家里出了者 等过一些时日 带立放松了警惕 梵军长会安排你出国的 姐姐 你不了解带立的为人 他一旦决定做一件事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我就不相信他带立 还敢派他手下人 盗抜梵庄来杀人 你们误解了 其实我不是担心自己 我是害怕梵军长 为我得罪了戴立 菊花 你怎么了 我头有点晕 我们送你回去吧 走吧 这两个人 还真是难舍难分呢 二小姐 二我 敬你一杯 看你这个样子 我都有点后悔告诉你 你不会闹出人命吧 二我要怪你呀 什么 这件事 你要是不告诉我 我永远也不会知道 我不知道 我的牡丹 她还是我的牡丹 你这是 你这是什么话 醉话 帕儿 我想知道 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 帕儿小姐 这是我的家事 帕儿告辞了 我这不是自躺没去吗 还没睡啊 还没睡啊 哈尔 你不是和红二小姐去看戏了吗 只看了一半 没什么意思 你身上什么味儿啊 比大盐味儿还冲 怎么 你还能闻出我身上的味道啊 今天出去玩儿了 对啊 出去了 去哪儿了 还能去哪儿 就去周有路逛逛呗 逛得开心吗 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 闲着吗 也是闲着 去那儿打发时间呗 我听红二说 周有路那儿有个大华舞厅 你没去那儿转转 倒是听说过 不过 那种地方 我们附到人家 不好去的 说得好 你是不应该去那种地方 哈尔 你累了 我去给你打洗澡什么 打洗澡了 你也累了 歇着吧 我去 别的房间看看 哈尔 我 木丹 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现在说 什么都不管 我老了 硬是留不住你了 假如 没有我的话 你会过得更开心的 别胡说 你 不老 你快来看看菊花头昏得厉害 还四肢无力呢 菊花 你这是怎么了 可能是感冒了 没事好多了 明天我叫杨彪去市里医院 请个大夫给你看看 嗯 谢谢樊君长 真是给您和几位姐妹添麻烦了 你怎么那么客气呢 都是一家人了 好好休息 嗯 梅花 嗯 那边的两个现在情况怎么样 你不会是怀疑他们 我去看看 哎 哎 亲亲 梅花姐 今天去哪儿了 那边 深更半夜的 她去那边干什么 不会吧 两个如花似玉的美女 怎么会杀 啊 那你是说 他们来梵庄 就是为了对菊花 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们不能以貌取人 但他们毕竟是戴笠的人 一定也不简单 那亲亲会不会有危险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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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啊 君长 你千万别误会 我们只是在玩 叫力的游戏呢 嗯 什么是叫力啊 啊 还不是茉莉 非要和我比试 其实啊 就是想用我的猫眼戒指 你别瞎说了 明明是你想跟我叫力的 你才瞎说呢 你才瞎说 明明就是你瞎说 你瞎说 你瞎说 那我们再来 再来就再来 来 来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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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哎 好了不叫力了不叫力了啊 嗯 你们来反腐那么长时间了 也没时间跟你们聊一聊 今天 我们聊一下 好啊 好 你们姐妹来之前 代局长有什么交代啊 好好的服侍君长 嗯 还有呢 和各位姐姐搞好团结 还有呢 没有啊 啊 这样啊 你们来反腐也不少时间了 这段时间 我一直忙于见八十八军 准备出窗抗日 也没有时间好好陪你们 你们不介意吧 介意 那你们说怎么办 君长 老公 君长 君长 继续 君长 嵘iti 你坚持住啊 姐姐 你听 但他这是在探听消息吗 漠目啊 行行行行行行 ech 下 哎 pap 嗯 onstrest 这梵盘里的人 怎么都不醒进屋先敲門呢 啊这个是这样啊 我们在玩较励的游戏 较 较 较励 要不我们一起玩吧 我们对这儿才不感兴趣呢 书丹丹 又赖在床上没有起来 那么 九花呢 他不想吃早饭 啊 我已经派杨镖去请杨大夫了 啊 我是有点事 要和你们商量一下 亲亲 你又要看什么会了 是这样的 我准备回牧洞镇去住几天 抓住部队的训练 俗话说 国不可一日无军 家不可一日无主 你们选一个当家的出来 啊 我选梅花姐姐 牡丹姐为大 还是应该选牡丹姐 枪为茉莉 你们说说看 按理说应该是牡丹姐 我选梅花姐 就选梅花姐姐 牡丹姐每天早上除了吃早饭 连个人影也没有 她的心哪 全在看戏逛街上 这怎么当家呀 茶花 不要乱讲 好 我看还是牡丹姐合适 一大早上起来 我就一直在打喷嚏 就知道 这背后 有人在说我坏话呢 你来得正好 你 说说你的意见吧 意见 意见 意见嘛 意见嘛 就是今天的粥啊 煮得太老了 像酱了 菜呢炒得也过分了 一点都不水灵 就像 就像女人 你们说说看 哪个男人不喜欢漂亮 年轻 水灵的呀 这女人一旦老了 脚上去啊 就没劲 你说这些干什么嘛 是啊 像我们这样的女人 哪能说什么正经话 你是一家之主 你怎么说 那我们就怎么做 还是你来当家吧 你说我是当家的 什么都听我的 你就仔细给我听好了 我不在 你就是这梵庄当家的 梵庄上上下下几十号人 全部听你的调遣 但是 梵庄要是出了事 我就唯你是问 别整日没事 周有路闲逛去 把信收回来吧 好 菊花姐姐 好点了吗 嗯 好点了 来 我再来看看 梵局长 您的夫人一切正常 没病 没病 或许好好休养几天 就可以康复了 谢了啊 不用谢 樊勇扬彪 到 送送杨大夫 请 句话 听到大夫的话了吧 你没病 不要瞎想 好好养着 我呢 先去部队一段时间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你就跟牡丹 没话他们商量啊 你什么时候走 啊 等杨彪回来我就走 局长 都准备好了 樊勇呢 一定要在房间里的罚柜呢 哎 嫂纪公 你又在说我们什么呢 他说 嫂子在罚你下柜呢 你 你 笑话 现在是我罚他下柜了 哼 你说什么呢 我说现在我们俩 谁也不罚谁下柜了 我们要罚就罚亲一口 哎呀 别说那么多了 戳吧 哎呀 紫妻子回来了 蓝妮娇 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呀 回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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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走吧 好 走走走 怎么样 组建八十八军的报告 批下来没有 估计就在这几天了 军贤 我们商量一下 整兵的事情 好的 兄弟 兄弟们 姐妹们 我想你们都知道了 日本人在中国 已经屠杀了我们千千万万个同胞 打扰你们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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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日本人已经包围了武汉 南京政府和蒋委员长 已经逃到我们重庆来了 四弟 二哥 快 赶紧给我走 干什么呀 什么祸烧屁股的事啊 我这讲得正来劲呢 大哥的事 什么事啊 神神秘秘的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 快走 啊 他 他 他长了几个脑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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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就觉得我iantes了 看见了 可爱 在你几个脑袋呀 就这些人 我能不能够弄开 我跟他 已经半年都没有同房了 这孩子 是你的 我要做爸爸了 真的 我要做爸爸了 我要做爸爸了 你 你早知道 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大哥 这是你的家事 你让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大哥 你就别难为二哥了 作为属下的话 他确实是失职 但作为兄弟 二哥绝对没得说 我没怪他 那你说 这些事情该怎么办 大哥 我觉得这事吧 比长生倒好玩 主要是牡丹 他毕竟是嫂子 是啊 偷属忌弃啊 家丑不可外摇 快快快 让你来出厨一段 瞧你们一个个的熊样 还是挺老子的吧 过来 好 这事啊 这事怎么办 军贤 我们明天就开始征兵 在大竹 殿江 长寿 各设两个点 让吕德铭和武街超 也帮忙招贤纳士 是 我相信 在抗日的旗帜下 应征的热血青年不会少 这人员我不担心 我最担心的是武器和装备 人 你负责 武器装备我来搞定 那 就这么说定了 和副郡长 哈哥 他 什么事 李长生他进城了 好 今天晚上行动 是 巡长 你们又要搞什么军事行动了 不是要搞军事行动 是青梨门户 是青梨门户 牡丹 你怎么了 我 我这心里乱乱的 总觉得 凡哈尔 他好像知道些什么 要不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 留下来陪你 长生 你还是走吧 我这心里头 实在是不踏实 牡丹 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 说出来 我跟你一起承担 牡丹 你就告诉我吧 长生 从我答应和你走的那天起 我以为我会很甘心 可是 可是我这心里不是自我 我总觉得 总觉得对不起这个家 对不起凡哈尔 我现在甚至不敢看他的眼睛 我 牡丹 你放心吧 我会对你好的 我不会像凡哈尔那样 我李长生这一辈子 只爱你一个女人 对不起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发誓的 我李长生一辈子 不 长生 不要 不要冲我发誓 我信你 我完全就会捡 那儿我先别怪你 我身体 你都要想着 我给你择枉杀 只要你一个人 这个人 你心里还在宽 你这人去 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二姨态呢 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 奸夫淫妇都得背着墨子沉河的 这个主意一点都不好 你想啊 如果奸夫淫妇一起沉了河的话 他们生不能在一起 死了却在一起 那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吗 那你说该怎么办 一个活着 一个死了 一个在人世 一个在阴间 叫他们天人永相隔 相思呢 却不能相见 这呀 才是最痛苦的折磨 对待情人 这是最严厉的惩罚了 好主意 有道理 还是骚鸡公想得对呀 都给我闭嘴 菊花姐姐 你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啊 菊花姐姐 你在这个房间都待了一天了 要不我们陪您到花园逛逛 你想吃什么 我们去给您准备呀 我什么都不想吃 菊花姐姐 要不我给你倒杯水喝吧 嗯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菊花姐姐说她想喝点水 是啊 让我来吧 让我来吧 你们先这儿去吧 哦 好 哦 好 菊花妹妹 来 我来吧 我来吧 绝长 這儿来吧 一些豁ここ 逐臣 军军可军 繁军可军 短 treasury 你这个贱祸 你一点都不敢到海扫吗 我知道 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你 木丹 我给过你机会呀 这不关木丹的事啊 滚 滚 跪下 给我跪下 好 我倒要看看 是你的膝盖影 还是我的皮鞭影 我 还用 给我打 二夫人 你就跪下吧 免得受皮肉之苦 我为什么要跪 我凭什么要跪 我一不偷二不抢 我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你一不偷二不抢 你偷人算不算偷 为什么女人爱上心爱的男人 就叫做偷人呢 为什么你们男人和无数个女人在一起 就只叫做偷人呢 你们男人可以三亲四亲 范儿 你看好了 范庄这些女人 一个个的 都是你的女人 你记得清吗 你们这些男人 成天的花天酒地 日嫖夜朵 被你们抛弃的女人 却必须忍受着痛苦 孤单 静 却还要对你们三从四德 从义而终 这是什么道理 你说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给我打打打 不许打 男人怎么可以打女人呢 打 不许打 打 不许打 你给我打打打 大哥 我下不了手 要打还是你自己打吧 我也跪下 连我一起打吧 你 你给我起来 你别出去 范佑 范队长 你不许打权养我 是我胁迫她的 你饶了她吗 你要罚就罚我好了 我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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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了 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谁在胡说八道 你懂什么是爱情吗你 现在出张忐忭导我 不许打 Ν 是 measures said to me 我只是其中一半 而最在乎爱的真假 那些花儿在山崖 厮守泛黄的牵挂 假装成一场混家 那些花儿在窗下 绵绵不断的情话 在温暖中悄然融化 曾经那有过的背叛 没什么要用爱来惩罚 离开你本是一种赎罪 别再让我无力自拔 那些花儿在天涯 经受过往的践踏 支付爱过的代价 那些花儿在极药 遇过之后又梦发 千言褪去爱却深谎 我嫁得过来 我嫁得过去爱你 我嫁得过去爱我 你还不得过来 我嫁得过去爱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